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天 在前几天的时候 是他们刚从那个 他们刚从那个 广州回来的时候 那一天早上我好尴尬 那一天我有点尴尬 说实话 那一天早上 那天中午的时候我们来上班了 然后我听到 我听到那个 谁起来了 门口看了一眼是刘冲 然后刘冲在那里 他去洗澡了 然后他就在那边喊 他就是旁若无人 就我跟我男朋友都在 他旁若无人在那里喊说 我有一天喊说 老婆 醒了没啊 然后 律不回答他 他就会说 哎呀老婆快醒来 过来 过来过去洗澡 我说 这是能听的吗 你过来跟我一起洗澡 快点 我要你跟我一起洗 然后 我当时我跟我男朋友 两个人在里面 捂着头 我们说这怎么办 难道他没有看到我吗 我还 我觉得他应该看到我了呀 就是你知道吗 我当时真的很尴尬 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 当时就 想说我们要不要把门关起来啊 然后我还故意 就是若无其事走出去 我还出去转了一圈 在客厅就转了一下 然后就是 然后故意表示我在 然后 然后那个 我听到他 在那里喊 然后进去 他跟陈律的对话 他跑进去房间 拉他起来 然后一直说 我们不起来啊 我们能做睡一下 他说你醒不醒啊 陪我去洗澡 快点 快点 运气都给你拿好了 然后他说 我还要睡觉 我醒不醒啊 我醒不醒啊 我困了 然后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就很尴尬 你知道吗 每次他 就是 这种 就是 我不急 别急 就是 说 oni 你